台独他是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 可是他的贪心就跟韩国 要把中国一切的东西都纳为企业 所以台独他的理想是什么 他的理想是新加坡是韩国 就是我另立一个国家 他觉得韩国以前也是用汉文 韩国以前都超级中国 他就是一个国家 他把所有的中国都变成他自己的 他觉得新加坡75%是华人 那有什么关系 我就独立建国 所以他现在就是我要把中国一切都纳为企业 变成我自己的最新的一个做法就是游锡坤 游锡坤他是立法院的院长 民进党里面的他独派的代表 他主导了在立法院里面成立一个叫做三鱼银社 银就是银师的银 那他要银什么 要银汉师 银唱汉师 那他说要用台语银唱汉师 那其实是没有台语 其实是用闽南语但是台语他不肯承认 台湾人讲的所谓的台语就是闽南语 他不承认 他说我们固然当初是从闽南过来 但是我们已经改了 我们有自己的特色 反正他一切都要说他是自己的 所以游锡坤说 有人问我 说我身为独派却推动台语汉师吟唱 不就变成统派了吗 那他怎么说呢 哎呀好笑的来了 他说中华民族这个名称 是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来的 在此之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 他说唐就是唐国 宋就是宋国 元就是元国 明就是民国 清就是清国 是中福中元的大国 他的意思说唐国跟宋国没有关系 好笑吧 然后他说后来因为用中华民族 唐国才变成唐朝 清国才变成清朝 各位朋友 你听我念完游锡坤讲的话 你现在懂了 我为什么说人一毒脑就惨了吧 中国 你不管中华民族 中国 唐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宋朝也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就是身为这么多年来 中国人 从三皇五帝 大家都认可 朝代更迭 谁跟你宋国王国 还元国民国 然后 所以 我觉得 智商低到这种程度 或者心肠K到这种程度 你要跟他讲道理 已经没有办法讲道理了 但他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他要赢唐诗 但是他不承认唐诗属于中国 他要讲闽南语 但他不承认他讲的是闽南语 他要说他讲的是台语 闽南语 淫唐诗特别压力 因为闽南语保留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古汉语 今天我们讲的通话 台湾叫做国语 这个北京话 这北京话其实不是原来的汉语 这个对语言学稍微有研究的人都知道 所以这很有趣的 你用广东话 你用闽南话 去迎唐诗 迎古诗 你会发现他特别压力 有些你用北京话 用普通话来读 你会发现 怎么唐诗三百首里面 有很多诗不压育 你用闽南话一读 一吟就特别的压力 所以就是我们闽南人 我们原来是从河南一路拨前来的 河南因为战乱 所以逃到闽南 所以这个到闽南又到台湾去 然后他还特别讲了什么 非常有趣 他说中华文明 事实上是东亚文明 所以包括 和汉诗 台湾文化多元 有来自中国大陆 也有来自日本或其他地方 不管是从哪里来 包括汉诗也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 你知道他的意思吗 汉诗 唐诗 宋词都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然后他说如果念汉诗就变成中国人 那我现在穿西服不晓得变成哪一种人 哪一国人 然后他说韩国日本越南一直在想办法把汉诗改掉 主要是要跟中国切割 在这方面台湾是使用正体字 中共自己则是把文字改成简体字 所以人呢 我要讲的 不管是脑残 还是心黑 还是脑残加心黑 这就是台独的执念 可是很多人会说 哎呀没关系啊 不会成功 事实上他成功 教科书里面这样讲 这样做 只要排独坚持下去就已经成功了 所谓的维持现状 也就是台独的一种 国民党最近做了一个民调 说哎呀 现在支持台独的年轻人已经比前一阵的下降很多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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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支持维持现状变50几percent 那我想请问一下现状是什么 现状就是不同意 现状就是民进党在走台独 现状就是每天在反中 现状就是不承认台湾是中 现状没有统一啊 现状也没有要统一 所以有很多人会讲说 哎呀这个你看吧 那个反正在台湾支持台独的人也是起起落落不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台独在台湾内部是 一直往上走的 就很多人他支持台独他都没有说他支持台独 他说我要维持现状啊 我们现在这样没有不好啊 我必要被中国统治啊 你说这样叫不叫台独 这就是台独 那像游锡坤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他是一个立法院院长 他是一个民进党大派系的头头 他是一个非常有话语权的人 他可以主导法案的改变 他可以主导教科书一直去中国化 所以在立法院里面成立一个用所谓用台语 尹汉诗这个事情 你以为他在 哎有些人会解释说 哎呀你看你搞台独你也是没有办法改 不 所以他唱歌仔戏也好 他拜妈祖拜关公 尹唐诗 诗月笔 所有这些事情 他都 他都要把它解释成说 我们台湾是多元文化 所以中国文化也只是一部分 他现在甚至说 哎呀那个唐朝不是中国 是唐国 宋朝也不是宋朝 是宋国 所以不是中国 所以吃月笔 过中秋节 端午节 所有这些东西 你知道他每一次都说 这跟中国无关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逛 所以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这全部都是他台独化的一部分 他这些他都要赞助 中国的东西他都要 包括故宫博物院的东西他都要 但他都要把它解释成不是中国的 这当然很难解释 但你要容忍他 继续每天用中国的东西来搞台独 重点在这